我们的任务之一 我不说八道 爱伦很快当真 你看小海爱伦 陈乔恩和爱伦才结婚不到一年 就有不少人猜测什么时候生孩子 而且乔恩已经40多岁了 早点生孩子身体也会恢复得很快 更何况他们参加的这档夫妻综艺 其他三对夫妻都有了小孩子 每次妻子们跟孩子视频聊天 乔恩都会凑过去看小孩 到海洋公园的时候 妻子们都会给孩子买纪念品 之后张云龙忍不住好奇 问艾伦什么时候生卑鄙 还表示这是他身为老公的任务之一 乔恩听了都不淡定了 打去张云龙说你别开玩笑 乔恩维护老公的行为太真实 不过他们俩的相处模式受到质疑 艾伦当领队带了两大箱子东西 塞了30瓶调味料 不过乔恩却为此跟老公大吵一架 认为对方应该情装上阵即可 还吐槽对方太直男还爱顶嘴 很多人觉得顶嘴这个词 指责丈夫不太合适 有点像长辈在训斥后辈的用词 不过艾伦能屈能声直接转移话题 正因为他的无限包容 乔恩才能被宠成小女生 看到这你喜欢这对夫妻吗